今天就是盡量在尾段的时候 把自己先稳定下来 盡量在每一次争取 做出一点不一样的改变 今年美网在疫情后 首度开放观众进场 原本主办单位没有采取疫苗禁令 但在开赛前政策大转弯 要求入场的民众都要提供 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的证明 不过不影响球迷的性质 从比赛一开始就涌入大量的观众 光是安检就要花上一个小时 但不少的选手表示 有观众在现场比赛起来 就是不一样 像美国网球的风气就蛮好的 所以每次回来都觉得 这次又开放让观众进场 真的是蛮棒的 那当然观众就很热情 当然会想要跟你拍照 我都会说戴口罩 不过在场上比赛的选手 有一半都还没有打过疫苗 甚至有选手表示 没有意愿要接种疫苗 要打完的时候再去打第二剂这样子 那我希望自己也可以 赶快打完这个疫苗 然后希望能帮助更多人 在这个网谈就是减少 被传播的风险这样 而接下来谢淑薇将和她在 温布敦拿下冠军的搭档 比利时的梅腾斯 在星期四出赛女双第一轮 记者林之慧 纽约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